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欢迎收看大家来Talk 我是过气球评 詹启胜 今天要访问的主题是 美国篮球三月封到底在封什么 负责全美大学的运动赛事 其实不是只有篮球 包括美式足球 田径包括网球 NCAA目前大概有1200多所学校 每一年的相关营收可以高达10亿美金 10亿美金是300亿台币 八成是代理至于篮球 所以NCAA是非常疯狂在美国 他们称作三月封March Men's NCAA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比赛 的确他们在美国受到关注的程度 完全不说NBA NBA其实你每年看 差不多是同样的球星在打 但是NCAA每年都是Fresh Talent 都是新面孔大一大二 来自全美甚至来自全世界 篮球的好手都加入到NCAA 使得他们持续都能够有高水准的演出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非常强的地域性 因为大学在一个社区生根很长的一段时间 最后培养出很多的社区的追随者 还有他们的坚强的效果群 UBA来说目前比较欠缺的是主客场制的落实 在美国NCAA让他们的主客场制非常清楚 所以这会让球迷养成一个去看比赛 收拾比赛的习惯 可是在台湾目前大学篮球的主客场制 没有办法顺利的推广 那么可能也跟学校的体育场馆 并不是很好 有一些关系 至于UBA能不能够像NCAA打得这么的火热 我觉得关键是两个字 耐心 你知道NCAA被打了多久吗? 110年 将北卡对杜克 20世纪初到现在打了248场 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建立 是UBA目前还无法契及 而需要耐心去培养跟等待的 大家来talk 我们下次见